整場比賽的關鍵點大概在第一節的4比14以後的第一個暫停 第一個暫停之後我們在進攻上面打的比較單調 然後沒有照比賽的策略去執行 所以在第一節的後段的那個10分是比較落後10分是整個比賽的分水嶺 所以我們在第一節後段的時候的球隊執行比較差 那其實整場比賽來說的話在防守端的問題 其實林祖豪的表現在我們的設定範圍之內 但我覺得比較大的勝負的關鍵還是在鐵米的身上 那其實鐵米身上他得的分數其實不應該是透過這麼多的一對一 然後來獲取到分數 所以我們洋將這邊的個人防守還有轉換快攻退防的防守 比較鬆軟 所以我們的洋將個人防守這邊出了比較大的問題 那其實其他的地方的話 其實今天在防守端做的比較不好的就是鐵米跟幼圍這個點 因為我們本來比賽前的設定的話就是要讓他的本土的 本土跟另外兩個洋將的分數稍微低一點 那所以我們目前我們比賽之後沒有做到的是還 因為球員還是太想要去把林祖豪停下來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對因為我們要設定他的出手機會其實可以再更多 對那如果他出的機會再更多的話我們球隊會有更多的機會 因為畢竟他今天整體平通力20中期的話 其實我覺得 我們在賽前就是設定他的投更多 對但是我們球員還是比較 比較忍不住 會想要去對他做攻擊性的防守跟壓迫 然後所以造成他有太多 呃觸控跟領導組隊的機會 對那我覺得他的實觸控是我們比較沒有做好的地方 對我們的觸控其實可以再少一點點 我們的我們的比賽機會就會更多 今天賽前就是設定 就是這些話題就是雙毛對決 那你把觀者和國王長教練的角度來看他的對決 因為國王像我們都是能來報名 像今天是他比賽的那種競爭心之下 激發他得29人 你怎麼看這個對決 我覺得這場比賽 反正最後還是要回歸到 不管在任何的球員隊位上面 最後還是要回歸到整個團隊的攻守 那其實國豪本來本身的 本身的得分能力就從以前 大家就很肯定了 那其實我覺得在這場比賽過後 那我覺得這次的經驗可以讓國豪多去思考 就是從林舒豪身上去學習一些帶隊的領袖氣息跟整個帶隊的方式 那我覺得這種東西是在看我們在帶國豪看影帶或是看比賽的時候他沒有辦法去體會的 所以我覺得這對他來說是非常好的經驗 那我覺得國豪在今天整個上下半場以外 上下半場就已經有很大的進步 對那其實我覺得國豪在下半場能夠得到這麼多的分數 是因為他會把他的攻擊先釋放出給隊友 然後才會在他的身上 反正他的進攻會比較輕鬆 那我覺得這場球對國豪來說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那我們也期待在下一次比賽的時候 然後國豪能夠有更好的表現 然後國豪是非常好 在某些地方 那些路由 Vorweig